作者 默默 眼波人 俱武八雅居 无命休矣 半大老者心中悲呼 却听杨开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说了我不是魔族 瞪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了 半大老者失神 只有死里逃生的余悸 哪还有心情去观察杨开呀 住手 便在这时 一声怒吓传来 几道身影 从仁皇城的正中心方向 飞驰而来 回首一人面如冠玉 生得风神俊朗 身旁跟了好几位 帝尊镜强者 其中一个更是帝尊三层镜 估计是察觉到这边的动静 所以飞速赶来查探情况 听到声音 杨开扭头望去 冲到为首的青年咧嘴一笑 三皇子久违了 这青年赫然便是仁皇城的三皇子 杨开上次过来的时候 与之也照过面 不过没怎么交流过 这个时候再见 自然不会不认的 三皇子恶然地瞧了杨开一眼 这才一脸惊奇的 之前听声音感觉有些相似 原来真的是杨大人来了 可不就是我 杨开冲他点点头 然后松开那半打老者的衣服 还伸手替他抹平了衣衫上的褶皱 一脸不爽地说道 老丈 我说了我不是魔族 现在行的吗 半打老者下意识地点头 这才忽然想起 杨开这个名字 他似乎在十几年前听说过 是了 当年确实有外人来到仁皇城 然后与皇族那边发生了点冲突 只不过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皇族那边却是收口如瓶 后来那外来者又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场风波才逐渐地平息下去 原来这个家伙就是当年的那个人 只不过三皇子居然都要称呼人家为大人 这是什么情况 难不成这人能与仁皇平起平坐 既是杨大人 那就是一场误会了 都散了吧 三皇子挥了挥手 如临大敌的众人这才散去 多年不见 三皇子风采依旧啊 杨开冲他微微一笑 三皇子有些压力深大 他虽是仁皇城的三皇子 也是仁皇最杰出的子嗣 未来更有资格继承仁皇之位 但面对杨开 却是根本不敢摆什么皇子的架子 毕竟圣树对这个人似乎有些另眼相看 当年连仁皇在他面前都没什么脾气 更何况自己一个皇子 墙挤出一丝笑容 三皇子道 杨大人去而复返 这是准备常驻仁皇城了吗 他还以为这些年杨开一直在转轮界逗留 没有出去过 毕竟当年杨开与祝晴离去之后 便直接去了摩怒城 寻找离开的入口 他不了解后续的事情也正常 杨开望着他道 三皇子似乎不欢迎我呀 三皇子忙道 怎么会 杨大人是父皇的贵客 实力高深 若能常驻仁皇城 对仁皇城也是一件好事 哪有不欢迎之理 杨开懒得与他打什么疾风 淡淡说道 那恐怕是要让三皇子失望了 我才从外面进来 也没打算常驻仁皇城 过些日子恐怕就要走了 闻言三皇子长呼一口气 不过很快便一脸震惊地望着他说道 杨大人此言之意 是你能自由尽出此界 不但是他 他身边跟着的几位帝尊警 也都是一脸失神 转轮界环境特殊 已经存在十几万年了 这么多年下来 确实有不少外来者 无意中流落此界 但却没听说哪个人能出去过 倒是有传闻 在魔怒城那边有一个出口 和那出口凶险无比 更在魔怒城附近 人族根本不可能有机会通过 现在听杨开这么一说 三皇子等人哪能不震惊 杨开道 本座自有妙法 这是承认他能自由进入此界了 三皇子的脸色顿时阴晴不定起来 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忽然又微微一笑道 那不知杨大人死来人皇城 有何贵干 杨开笑得高深莫测 送一场大造化给你们 三皇子眼角一抽 显然不会相信他的信口开河 可还是耐着性子道 可否想说 杨开道 此事我自会与人皇说明 还请三皇子带个路 三皇子闻言不禁有些郁闷 先知杨开的意思是说自己没资格 跟他谈事情了 心中不悦 面上却没有表露分毫 侧身身手道 既如此 杨大人请随我来 有三皇子引路 自然是顺畅至极 也没有哪个不长眼的 再敢造此 一路上 三皇子倒是有意无意地 打探了一下 关于杨开是否 真的能自由出入此界的事 杨开本不想多说什么 忽然眼桌子一转 大谈特谈起来 言语之间 自然是不另赞誉的 讲述外界的美好 三皇子面带微笑 有些心不在焉的硬着 不多时 众人便来到了皇宫之中 在大殿之中 见到了仁皇 一如上次见他的样子 仁皇没有多大变化 肥肥胖胖的半大老者 只有帝尊两层性的修为而已 血气已经有开始衰败的迹象 不过老家伙挺会享受 身边没必还事 各个都生得沉鱼落雁 风情各异 也不知道老家伙 会不会有一天 死在这些女人的肚皮上 大殿内不止仁皇一人 皇族大多到场 想来是接到了三皇子 那边传递的讯息 各个皇子皇女 都用一种复杂的目光 朝杨开瞩目而来 杨开更从仁皇那浑浊的目光中 捕捉到了一抹深恶痛绝的神色 杨开当然知道 老家伙不会欢迎自己的到来 但也不会去在意 上前几步 拱手道 眷过仁皇 不怕他归不怕他 这次过来毕竟是由事要求人家 而且真要是事成的话 未来两界大战 还有许多仰仗他们的地方 杨开自然不能太唐突了 这番姿态显然让仁皇 和诸多皇子皇女们有些意外 毕竟上次杨开过来的时候 可谓是嚣张至极 浑然不将皇族放在眼中的 连大皇子服输都被他给揍了一顿 七皇女服御更是被他教训过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 仁皇的脸色稍爱抬手道 杨大人客气了 请坐 立刻便有美貌的婢女 搬来了把椅子上来 放在杨开身后 杨开大方落座 三皇子上前凑到仁皇耳边 低声说了几句什么 让仁皇脸色微微一变 很快又恢复正常 待到三皇子退下之后 仁皇这才朝杨开望去 杨大人听劳三说 你才从外面的世界进来 不错 杨开点头 人黄道 如此说来 十几年前 杨大人真的离开了此街 杨开道 当年也多亏了诸位的指引 本座才会前往那摩怒城 正是从摩怒城附近的 那个出口 才得以离开转轮街 杨大人真是好本事 仁皇一脸赞叹之意 那出口仅在传闻之中 谁也不知是真是假 杨大人竟然真的能寻觅到 并且通过他离开 这十几万年来 你算是头一个 杨开微微一笑 上一次离开生了不少波折 不过一回生二回熟 若让本座再来一次的话 定然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 绝对会顺畅至极的 说完之后 悄悄地察言观色 见一群皇子皇女 并无什么异常的反应 杨开心中顿时有了底 人皇也没有接话的意思 反而笑吟吟地问道 老三说杨大人此来 要送我等一场大奏话 不知到底是什么 杨开目光灼热地望着他们 用一种蛊惑般的口吻说道 带你们离开这里 去往外面更广阔的天地 人皇微微一笑 不置可否 诸位皇子皇女们 也都是深色淡然 仿佛没听懂杨开这话 到底意味着什么 反倒是三皇子 眉头一皱 谋中闪过一丝 担忧之色 杨开仿佛没察觉到 他们的反应高声道 诸位生在此界 常在此界 受此界交替法则变换约数 受魔怒成魔族威胁 也从来不知外面世界的广袤和精彩 如今机会难得 难道就不想出去走走看看 去领略一下大世界的风光 浮玉撇嘴道 七 外面有什么好的 杨开扭头望着他 咧嘴一笑 七公主说这话 是因为还没去过外面 若是去了 怕是不会有这个想法的 浮玉有些不敢跟他顶嘴 毕竟上一次 可是在杨开手下吃过亏的 此刻纵然不认同 也只能保持了接默 仁皇呵呵一笑 那不知我等需要付出些什么 杨大人去而复返 一番辛苦 总该有所图吧 杨开一抹嘴巴 站了起来 身色沉痛道 本座只是不愿看你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不愿看仁皇城数十万人口 受此界的魔族的荼毒 并没有要图谋什么的意思 仁皇哑然道 杨大人高风亮节 本皇佩服 杨开抬手道 若是仁皇有意 那事不宜迟 还请下令让城中居民准备 咱们这就出发吧 此言一出 仁皇差点没喷出一口老血来 自己好像没答应你什么吧 怎么就要出发了 同时又有些好奇的 杨大人的意思是 你能将仁皇城所有人全都带走 杨开淡淡一笑 区区小事 何足道贼 不管这话是真是假 仁皇都不禁动容 杨大人手段了得 沉引了一下道 杨大人一路周车劳顿 且先去休息几日吧 你所说之事 本皇会认真考虑的 杨开瞪眼道 这还需要考虑什么 错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仁皇耐着性子道 事关整个仁皇城的未来 本皇也不能独断专行 总得问一下城中居民的意见吧 若是有人不愿离去 本皇也不能强迫人家 这倒是个好理由 杨开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能的 仁皇果然是名大义 既然如此 那本座就静候佳音了 好说 仁皇微微汗手 然后冲三皇子打了个眼色 老三 带杨大人下去休息 好好安排一下 是 父皇 三皇子拱手应道 然后从杨开伸手道 杨大人请 杨开微微一笑 又牢牢 又与仁皇告辞一声 这才在三皇子的带领下 朝皇宫深处行去 带到杨开走后 仁皇的脸色 一下子阴沉下来 数位皇子皇女们 齐齐扭头朝他望去 大皇子扶书拱手道 父皇 那杨开所言之事 万万不能答应啊 伏玉也道 是啊 父皇 我皇族的根基 便在仁皇城 怎能随他离开 若是真的 去了外界 我皇族 那还有什么优势可言 狼子贼心 给杀了才是 父皇 让人 把他弄死吧 几个皇子皇女 七嘴八舌地叫嚷起来 恨不得现在 就将杨开给千刀万剐 好似与他 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一样 都闭嘴 人皇听得烦躁 沉喝一声 浑浊的目光 在这一瞬间 绽放出骇人的金光 走过自己的一群子女 冷冷说道 你们真以为 本皇老糊涂了吗 一群人顿时战战兢兢 狠而不敢 人皇轻哼一声 本皇又何尝不知 我皇族的根基在此 离开这里 我皇族再无优势 本皇又何尝不想 取他性命 以绝后患 但那人得圣术庇佑 在人皇城内 谁又能杀得掉他 若非如此 上次哪轮得到杨开修正 人皇城内 比他修为高的不是没有 帝尊三层镜的便有好几人 一起联手 害怕弄不死他 可圣术庇佑之下 帝尊三层镜再多 也无法突破他的防御 服输眼珠子一转道 人皇城内不行 不如将他引到城外 出了城 可就没有圣术庇佑了 人皇汉手道 倒确实是个法子 关键是如何将他引出城外 服输也就那么随口一说 现在人皇问起来 哪能说得清楚 一时间急得抓耳挠塞 神情尴尬 四皇子道 让他入魔如何 服输听得眼前一亮 不迭地点头 好主意 若他入魔 那圣术便不会庇护于他 到时候还不任由我们 搓扁柔圆 其他人明显觉得 这个主意不错 都眼巴巴地朝人皇望去 人皇沉引了好半赏 这才抬眼道 老四 此事交给你去办 不能出现半点差池 四皇子振奋拱手 父皇放心 此事不成 孩儿提头来见 人皇轻轻汗手 合上了眼皮 微微挥了挥手 一群皇子皇女 这才恭恭敬敬地退下 欲知后世 五恋巅峰 第2871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莫莫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无心生出牵挂 共吹演绎着掌 金鸽铁马 谁祝福真 又算得到吗